来 旺旺中文时 中电新闻这里所做的民调当中 还有这个题目 刚讲到博鳌论坛 现在正在大处召开 这个时刻大家说 接下来的一场的两岸之间 今年中年中间 可能会见到的盛会就是 朱席会吗 我们这边问到 朱席会到底 国人是怎么样来做看待的 标题已经告诉大家 四层三是期望朱席会的 表示国人的接受度 其实并不是太低 但重点要看到 那朱席会到底应该到哪儿去会 国共论坛之前都在对岸 都在对岸举行 那现在呢 是不是有别的选择的 可能性出现呢 来看到 认为应该在台湾本岛举行 朱席会的五乘二点二 过半的支持度 认为在台湾本岛举行 那去大陆港澳地区 只有三乘七眼 那还有一个金门 这个好玩 还有一个金门的一个地点出来 两岸之间有小小交集的地方 叫做金门 这个地点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 我请教惠惠老师 好玩吗 我觉得习近平看到这个民调 应该会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解除成说 台湾有过半的这个民众 还蛮欢迎她来这边看一看 不一般说来 现在因为接近大选 然后呢 中共对于民进党 对于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 但是也一再有讲过重话 如果说朱立伦代表国民党率团 在选前不利用像国共论坛 这种比较例行性的场合 专门组一个团 特别去北京访问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给人家 比较多的联想 变成是说 你是不是去那边告状 然后提醒对岸说 你要再讲重话等等的 所以我想他可能不太可能 单独再另外组一个团去了 那今年在河南郑州 要举行国共论坛 时间还没有定 那这个团规模 照过去来讲也不会很小 我觉得如果他以 我们讲现任主席的身份 率团去是最自然的一种 处理方式了 那其他的 我觉得习近平来台湾 可能性大概也不大了 他来的话 我看那个警察 可能不晓得动员到多少人 可能会把处理 所以这个郭教授 民党就绝对不会接受 习近平他自己也不会来 张志军上次都发生那种事情 所以这个民调好玩 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很单纯 就觉得说 在我们这边举行比较安心 大概想法是这样 安心 那到对岸去有什么不安心的吗 不是啊 因为去那边总觉得 那个场是别人的主场 主场就是主场优势 那你会被他震慑住 因为习近平现在气场很旺 而且不透明 对他又不透明 而且我们讲白了 你还会被监听 对不对 我们讲白了就这样嘛 还是在台湾比较安全 安心又安全 那入金门呢 那个也不用 那有特别的意义才行进门 是 因为这个是制度化的管道 所以就都去对岸就是了 不过住立人区要注意两点 我这个是提醒他 我对他还比较好心一点 公开提醒 第一点就是 他必须要再成为总统候权人之后 再去参加两岸论坛 因为他如果参加完国共论坛 才宣布参选总统 人家就会认为他是被习近平认可 但他如果成为候选人而去 这对他有伤 成为候选人的话 人家会让他去吗 那就是他争取到了 这个对他来讲 但也可能会被党掉对不对 我觉得大陆不至于 因为大陆毕竟还是要帮国民党 他已经表态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你觉得他不会那么小鼻子小眼睛 因为他还没有当选 你当选当然不变 要有特别的安排 可是我是说这个在政治上是个美角 我是提醒他 那第二个就是他去那边讲什么 他主要有一些不同于过去的国共论坛 让人家觉得你不是只是纯粹来做生意的 因为他既然要凸显他有别于连赞吴伯雄 因为蛮久也没去过 那他主要有一些高度 那你建议他讲什么 我现在不建议 因为我相信以他的聪明 他想得到我的意思 或是说其实朱议员是不是已经都在盘算好了呢 他会计系的 会计系很会算 那跟政治系的背景不太一样 但他毕竟是个政治人物 所以请要请议员 我们看到是朱席会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 看来这边四层七认为是正面的影响 对于这个朱议伦以及国民党的2016选举 也认为41.5%认为是正面的加分的 所以大家看还是看好 对国民党都是好 大家基本上会觉得如果你两边会领候 可能台海的和平可以得到维持 所以你看这个民调很有意思 那希望他去的只有43% 身为不期望或者无所谓的占56% 可见得大家对他去不去 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期待 但是去了以后 假设会了以后 大家反而这个 对他正面的肯定会比较多 就表示我刚刚讲 大家希望说你去会 是带来台海的和平 但是我的看法 跟这个阿亮老师不太一样 我认为朱立伦 朱席会一定要审胜 因为他现在是当了党主席 他如果党主席有任期的话 他一定有机会跟这个习近平相会 但是如果你要选总统 就不要去会 这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如果朱主席今天 他只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跟共产党的党主席 你们爱怎么会就怎么会 这个包袱比较小 他是平等的 但是假设你要选总统 你在宣布前宣布后都不要会 你八年任期做完了 都不要跟他会 除非你能够争取到 比方说在APEC 或什么这样的国际空间 你跟他做平等的相会 为什么 因为你去跟他去相会 就会像这个连胜文笑音说 你要参选 要跟他先报告 所以要知 你提名以后 你争取他 你请他帮你助选 这个话太容易讲了 你很容易被扣帽子 被抹黑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如果要好专总 中国因素要更加省 就不要会吧 好 那这个就看到 在民进党在那边不安的好心眼 我们待会回来 但你关心的还是 实际的财报